我叫杜国超 现任武汉市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在全院的话就是 主要是担任这个微重症的一个筛场 这种病人的话一般来说 首诊首次的话都是以呼吸困难 后面的话有很多病人就合并了 多个器官功能不全的 所以这种病人的话 插管的基础是很大的 这个时候是不会考虑到自己的 就这个时候的话 只会考虑病人的安危 只会想到尽快地给病人查上管 我们科室有一例就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病人就是出入做CT的时候 突然养和不好了 就是我们说的养宝都不好了 就是缺养 然后我们陪检的医生就 突然给我们管庄的医生打电话 就在福利区的医生打电话 就说赶紧下来要查管了这个病人 然后我们的医生就拿着这个查管箱 就飞奔到这个CT室 当时因为从这里到CT室的话 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那就外面有点热 他当时跑过去的时候 这个眼睛就起雾了 根本就看不到 所以在查管的时候他没办法 他也没有多想 就是马上把眼镜取了 把皇后进去了 然后就给病人查管了 所以就是虽然我们是不提倡这样做的 但是在紧急的情况之下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其实整个团队都是这样的 这是每个医生的一个责任吧 特别是在这种疫情面前的话 都不会退缩的 武汉市第六医院 在被指定为发热定点医院后 重症医学科则承担起 危重肺炎病人抢救治疗工作 作为科室主任的朱国超 每天要对重症病人进行三次查房 密切监测患者体征变化 实施对症支持治疗 为了降低护士感染风险 他经常亲自为危重病人上鼻胃管 行肠内营养支持 而在这段艰苦抗疫的岁月中 同事们并不知道 朱国超的家人在一月初 就不同程度感染上了新冠肺炎 每天他不仅要治疗重症病人 还要抽时间安抚家人情绪 鼓励他们要有必胜的信念 晚上他则带着八岁的女儿 在酒店暂住 先是我婆婆 后来是我丈夫 然后就是我公公 但是我公公是个亲症的 她就在家里给了 丈夫是重症应该说是 婆婆是为重症 那段时间的话 也是比较艰苦的 过来的时候 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 大家对于这个病的话 了解的并不很多 所以我当时也没跟大家 讲家里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如果讲了的话 对他们的话是一个大忌 工作忙的时候 不会想到这些事情 只有在就是说睡觉的时候 睡觉前呢 才会想起他们这些事情的时候 也是会很难过的 但是我想的话就是说 他们的话有专门的医护团队在 救治我的亲人嘛 我想的话我只有把自己的本质 工作做好 救自己的病人 1月18号上午 朱国超的婆婆和丈夫 被转至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隔离治疗 后来随着科室 收治疑似新冠肺炎病人的增多 他便将女儿托付给了姐姐 带回湖南老家 自己搬到医院居住 每晚抽出一点时间 与女儿视频 朱国超说 这是女儿第一次 离开自己这么长时间 虽然万般不舍 但在疫情面前 要勇于担当 不能退缩 1月30号完 朱国超的婆婆 因抢救无效 离开了人世 朱国超告诉记者 他一度不敢将婆婆去世的消息 告诉还在治疗的丈夫和公公 回忆起那段日子 他说 是强大的信念 支撑着自己 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 他相信 随着新冠肺炎 确诊病人数量的不断减少 疫情终将会被战胜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 就是我要珍惜嘛 好好的珍惜当下 确实是 什么都比不了健康 健康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信心 不久的话 肯定会战胜这场疫情的 家人的话 我是希望他们能够 就是尽快地康复过来吧 尽快康复过来 然后我们家的话 能够和幸幸福福地生活下去吧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感谢观看